迄今為止最大賭博洗錢案 台中號稱J董的徐姓男子與妻子 經營博弈集團洗錢 前年警方在其住家查獲 以快一快的鈔票磚 要拿好幾個紙箱裝才裝得完 清點出77顆名貴包包 形成一座牆 市值就高達2600多萬 以及停車場內有四部豪車 全是以非法經流購買取得 徐姓夫妻名下的兩筆不動產 均位在七期的京華區 售價分別為六千九百萬元 四千八百萬元 其中一棟就位在市政路上 檢警清查博弈集團 歷年收住度金達八千兩百七十八億 一年盡力達一百七十億元 公司負責人以J董徐姓男子為首 妻子從堂協助 還有遠在中國的不明人士出資 徐姓男子的姐姐在其中擔任主管 管理客服人員 弟弟則同為主管為博弈代工 底下還有組長黃信范賢 集團成員高達五百多人 薪資均以虛擬貨幣泰達幣發放 徐姓夫妻名下動產不動產懸告沒收 不動產部分達一億兩千萬元 將刷新執行署台中分署 拍賣被告不動產最高紀錄 三熊楊姬秀雲珍台中採訪我到